好 这里是iLiRadio中央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了 好 我们现场就是我们南台科技大学 财经系的教授朱岳中朱老师了 好 我们赶快要跟大家来 把这个表格看完 因为今天我们刚在广告时间 还在热烈讨论 就是配席率啊 殖利率 这件事情一定要让大家都能够听到 好 那朱老师 我们持续的把那个讲完好不好 好 刚刚我们讲到0073年后 其实我是照指数编号来排的 好 没有不是按照特定的条件 好 再来00731是富华富时 台湾高股息低波动 那00878这近一两年很夯的这个字 叫国泰台湾ESG永续高股息 00900富邦特选台湾高股息30 所以我们这样很快的念过去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 除了高股息是大家共有的关键字之外 其他有开始有加入了一些东西 因为就如韵芬姐 我们刚刚在广告中讨论的 你讲高股息 通常会喜欢买的投资人是保守的 对 顶多稳健 对 可是如果波动大 那根本不是我要的 对 所以这几年就流行 所谓的高股息低波动 所以我们刚念过的这七档里面呢 其实其中就有三档就标榜说我是低波动 所以也就是说他会加进低波动 这一个这个因子进来 那另外还有什么 台湾这几年也流行ESG 所以你看到他可以把高股息 里面又再加一个ESG的概念进来 这不就在告诉你说 你说这个高股息 结果还可以玩出这么多学问 我们刚刚有说 我还没有把这去年的新的再加进来 那所以你说你选ETF有简单吗 这不禁让我想到 以前在推ETF的时候都跟你说 哎呀选ETF比较简单 很简单 选基金比较困难 对 现在再有人这样讲 我这头脚看 把你扒下去了 谁敢跟我说ETF比较简单的 出来跟我面对 没那回事 选ETF我跟你讲 现在看起来比一般的主动式基金更困难 光我这样子念过去 很多人可能都已经睡着了 赶快喝个咖啡 学来走一走不会想睡觉 来我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念这个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高股息只是其中一个关键次 人家加了其他关键次在里面 你有没有注意到 对 这是第一点 那再来我们去看到买这些ETF 我们刚刚前面说 台湾的ETF都是去追踪指数 那这些ETF当然都有去追踪 特定指数 可是这个我就不念了 因为念了你也听不懂 而且说真的 根本就不重要 他到底追的指数叫做什么名字 因为你也根本不了解 所以比较重要的是我们刚前面 我为什么要先花一段时间来讲 这个基金 这个ETF的追踪方式 因为你看我们刚刚讲的七档里面 其实只有四档是用完全复制法 其他的三档里面有两档是用最四法 那还有一档00900 他有完全复制法 也有加最佳化法 最佳化就是最四法 好 所以你看 当他不是完全复制的时候 表示他会去做微调 对 不只是微调了 因为最四法可能调的东西相对就多了 所以如果当一档ETF 他不是用完全复制法的话 表示他的绩效有可能会更好 有可能会更差 我们所谓更好 更差是跟对应的指数比较 因为你完全复制法 你几乎不会动 你没有动的空间 可是最四法 你就有调整的空间了 好 可是你说有调整的空间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很难说 对 可是这时候就在告诉你 他就已经不是完全的被动了 因为最四法 其实他是有在动的 他已经不是真的被动了 因为我们刚刚说的 他背由就是大数据跟电脑程式 电脑程式是人写的 而且电脑程式很重要一件事情 不是程式而是参数 参数也就是说 我要设定什么条件去捞 那这个条件就是人在控制 所以他已经不能叫真正的被动 行基金了 即便台湾的ETF 真正被动写的就我们刚刚说的 你就是要完全复制法 才是真正的被动式 好 所以这是要去了解到 再来投资还有关系一件事情 就是配息的频率 因为买配息基金 当然就是要看配息 好 那在过去的习惯 早年发的一定都是年配息 那后来开始有半年配 那这一两年新出来的 基本上都是继配了 好 那我相信未来出现月配也不稀奇 对 那当然有几个原因 一个是当然对投资人来说 我每个月拿到 总比一年拿到一次快乐多了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其实就是税的问题 为了健保补充保费 对健保补充费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就在两年前 他又把这个费率给调高 原本是1.91% 现在变成2.11% 那门槛一样是2万块 也就是说你 他是以一笔来计算 当你拿到一笔配息超过2万块 你就要被科2.1%的健保补充费 大家都叫他健保税 那不管叫费或叫税 反正就是政府拿去 所以呢 他是按笔计算 所以你想我一年配息一次 是不是累积的息就多 那是不是被科到可能性就大 所以我为什么改机配 甚至改成月配 我就是把它分上 我们简单来举例 如果今天你有100万 你6%的配息率 一年6万一次给你 是不是就被科到 对对对 那我可是我6%分成12个 6万分12个月 一个月给你5000 你就没事 差很多 2.1%很 其实是蛮高的 大家要这样子去想 你现在这几年市场状况不好 被科2.1%差很多 好 所以这是我们第二个要去注意到的 那再来更重要的就是 你怎么筛 从哪里筛 好 怎么筛是一个大问题 可是我们要先看一个 你从哪里筛 这些标题出来 所以这个我们如果有 同时在追踪我们的这个 那个脸书或者是直播 直播的 好 你就看一下这个表 因为你去怎么 从哪里筛出来这个标题 当然因为我们都是高股型 所以他筛的方法里面 一定至少其中一个是 跟殖利率有关系 但是我们不能先讲这个 我们现在他从哪里筛 也就是所谓的母体 我们就从0056开始看起 0056他是从台湾50 跟中型一共150档股票当中 去捞50档 好 那00701 好 他这个国泰的低波 鼓励精选30 他是从所有的上市公司 所以你看 所有上市公司 我们刚刚说的 他是900多档 你从900多档里面去挑30档 跟0056的150档去挑50档 你能够挑的范围越大 是不是你可以挑到越好 我觉得越好 的几率就越高 对 好 所以00713 因为这个名字都太长 我就都念代号就好 00713 他是市值前250大 是不是就是刚刚的 0056跟00701之间 一样拉50大 对 好 可是再看到00730就很特别 他是标普他们自己编的一个 台湾全市场指数 他不是我们的加选股价指数 是他自己编的 所以这个指数的内容 到底是什么 坦白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去查过 我们就先不管他 来 再来00731就跟0056一样 都是这150档 就是台湾50跟中型150档去捞 最特别的是00878 他是所有上市加上柜 所以我们刚刚说00701是只有上市而已 可是00878是连上柜都进去捞 我们不能说他捞一定就捞得比较好 可是你想也知道 多嘛 我有越多的东西让我去选 我是不是要挑出好的几率相对就更大 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说的 因为你现在主题是高股息 可是如果你只选定像刚刚说的0056或是00713 他只选定前150大或是前250大 你大型股的殖利率会好吗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事实上大型股通常殖利率都不好 对 可是大型股有另外一个好处 稳定 稳定 所以有一个好 波动会比较低 有一个好没有两好嘛 那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讲 回到你想要什么东西吗 好 那所以我们再看到 刚刚说了 我们因为高股息基金 所以他捞的方法 我们刚刚是说他从哪里去捞 刚刚还有一个忘了讲 还有一个00900 他是市值前200大 好 所以如果以捞的范围最大的就是00878 可以所有上市上跪 那台湾就是大概1800档 去捞其中30档 那0056是不是就只有150档 去捞50档 所以这个就跟00731是一样的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去比较的 好 这大家真的需要喝咖啡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我们持续跟朱老师来把它谈完 我觉得有点辛苦 不过有人讲一句话 我倒觉得很感动 他说看一段直播胜过 读好几本书了 这是真的 因为这个是我经过很多的内容浓缩 人家觉得投资人最需要知道 朱老师博士论文是写这个 大家不要开玩笑 我们在听博士在上课 不敢不敢 这个只是比较实物的导向的东西 但有加一些这个相关的理论在里面 但是真的怕大家睡着 我们也不敢讲太多 所以就挑一些真的 你要买这种商品 你真的要知道的东西 好 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说的母体 你从哪里去捞 很重要 当然理论上 我们不能说绝对 理论上 你越大的范围去捞 我也觉得 我同意 好 这个是大家要去注意到的 好 那再来第二个当然就是怎么捞了 那怎么捞 当然我们刚刚讲了很多次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高股息 所以大家一定都会有 殖利率这个捞法 可是殖利率 基本上又牵扯到一个事情 你是要看前面 还是看后面的 对啊 那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了 好来 所以0056 他看殖利率没有错 但是他是看未来一年的预测殖利率 天哪 未来一年会准才有鬼 好 不客气的讲 好 不要说一年 好 你给我说一季 我都预测不到了 还给我说一年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很大问题 尤其在0056 为什么去年被骂翻了 因为他把一堆的航运股 放进去成分股嘛 好 那 因为前年 0056 前年航运股很好 所以他去年觉得还应该是居小 至少去年上半年也真的好嘛 所以他把航运股都放进来之后 哪晓得下半年极起直落 对 不是 只不直直落 是真的 是真的直直落 而且变毒药啦 对啊 那所以你说他有不好吗 而且你再回过来看 他的殖利率有真的不好吗 没有哦 好 我们后面都有时间 我们会提到 以殖利率排行榜 我们所有上市柜股票 长老跟阳明殖利率就是前两名 一个殖利率44%多 一个殖利率31%多 你说不放他们吗 不管你往前看往后看 是不是他们两个都 他们这两家公司都会在里面 问题他的股价不好 嗯 那你说他基金公司有错吗 嗯 没有啊 因为这个真的就是 不管你往前看往后看 也就是说 你看过去数据或是未来数据 一定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我一定要讲 我港澳时间其实有讲啊 就殖利率一个很大的迷思 就是股价下跌 你很快殖利率就会跳高 没错 对 他就是个恰恰板 对 那就是股价的一个波动啊 对 那你可能要高的殖利率 你就要忍受那个股价的波动 好 所以我们再继续讲 所以元大这是比较特别 他是看未来的 那其他的大家都是看过去的 可是一样是看过去 那就有另外一个问题的 你要看过去多久 对啊 这是不是又是一个问题 你看2020年跟2021年 航银股都大好 所以他们的殖利率都很高 再来还有很多的 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很多做行动通讯装置的 在过去两年 比如说面板也都大好 可是也是一样啊 下半年 去年下半年开始直直落 那你说怎么办 他往前撈也是 也是有问题嘛 好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刚说为什么高息低波的商品 就开始流行了 因为就是要克服这些问题嘛 我不能有这么大的波动 所以你看到 所以刚刚我们提到的 鸡蛋里面有低波的 他在捞的方式里面 就会把波动力给加进来了 好 譬如说你看00701 他就有短中长期的加权平均波动力 这是不是告诉你 我就要相对稳定的 那像00730告诉你 我至少要连续五年的配股 我连续五年都有 然后我才看近一年的配息率 好 那再来富华的00731这一档 他就是殖利率 我先撈最高的60 可是我实际上只要40档 所以也就是说 我先撈这60档出来之后 我再挑其中最小波动的40档 好 那00878 他因为有挂了ESG的 这样子的关键字在里面 所以他在捞的方法里面 就有这个ESG的标准 好 那这当然有ESG的标准里面 相对也会稳定 所以虽然他的名称里面没有低波 但是因为有ESG 基本上相当程度也就是个低波 好 那最特别的不得不讲的 就是00900 他一年有三次去调整 可是三次的捞法都不一样 好 4月份跟你说 他去预估 接下来三个月可能会配息的 为什么 因为通常我们四五六七 大概这几个月都是配息的高峰 那所以呢 我就去猜 或者是根据各种资讯说 接下来可能有哪些公司会配息的 我就先把他捞进来 因为年报也交了嘛 也知道获利了 是的 所以4月份他就先塞这个部分 到7月份 他一年当中的第二次他去塞 实际上有配的哦 实际上里面有配的 我就捞出来 因为原本是我可能根据前一年的财报来预测嘛 可是结果有人真的配了 有人没有配 那所以我到7月份的话 就把没配的都去除掉 我只留有配的 好 到12月是不是今年全部该配的都配完了 对 所以12月的时候 我再往回推过去四季 值率率高的 我再拉进来 所以这就为什么00900每次去调整成分股 一条可能八成九成的成分股全部都换掉 他好积极 你有沒有觉得 这好像主动型 对 所以他 好积极 对 他几乎就是就像我们在打篮球 所谓有的是五上五下 类似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00900它最大的争议就在这里 大家都觉得 因为大家很多人看不懂 以前也没有这种商品 怎么会有一次几乎都全部换掉的情况 问题是这不能怪富邦 他追踪指数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东西 所以你就要去了解到好 所以配息的方法是一个很大很大的 这不是配息 筛怎么去筛怎么去捞的标准 那我们总要跟大家收敛一下 我自己认为 第一个当然刚刚讲过 你要怎么筛母体要越大越好 第二个我觉得你要看他筛选的一个方式 就是要剔除一些高波动的 对 然后有选一些这种 基本上加入低波 当然我们还是要强调回到投资人 你自己的偏好 我们只能说 我们现在有我们以稳健投资 对就稳健投资人说 你会希望你至少我不求大好 但是至少不要给我大坏 所以我们在筛选的过程当中 有低波这样子的概念的 里面会相对去稳定 不过我们刚刚有一档 我们漏了奖 我们还是要回去提 他就是00713 他除了高息低波之外 00713 对 他里面就原大高息低波这一档 他除了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低波的之外 他还有去绿什么东西 ROE就是权益报酬率 有这个东西很重要 代表什么 公司的获利能力 对 你看我们前面只讲到公司 配息配多配少 然后股价稳不稳定 可是配息都不代表公司有赚钱 因为我们配息有可能是从资本公积 或未分配营养拿出来 可是有可能因为公司其实没有赚钱 但是他今年还是照样配息 挖老本 这不是好事情 懂了懂了 那待会我们就来聊聊 他们到底配息的频率跟多寡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欢迎欢迎理财生活通 我是向云芬 在我旁边的就是南台科技大学 财经系的教授 朱月忠朱老师 大家非常喜欢的朱老师 我觉得不是只有大家需要喝咖啡了 我也需要喝咖啡 真是罪过罪过 哎呦别这样说 但我刚才跟广告时间 我跟朱老师讲 我说对你教了我们看这些 可是你总要告诉我们 就是哪一种对我们投资人来讲 他以后要多留意一点 就像我刚讲过 我们今天去看一个饮料 我们要看他有没有添加 我跟飞龙去买了一个鸡肉 那我想说鸡肉很健康 就一看后面一个添加物 二三十种 我上次给你看过 就吓死了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就是说如果你教我们这些方法之后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说 到底要筛选的方式 是哪一种的会比较好一点 好那韻芬姐就是叫我直接下结论就好了 因为真的 因为今天资料好多 有被动不掉 真的好 确实是我必须承认 说我们一开始就说真的是烧脑 你们这东西太多 连韻芬姐都受不了 就其他听众就不用说了 好来我们直接给大家几个结论了 那所以呢 第一个我们先看到 我刚提到的 你从哪里多少的母体里面去捞 当然理论上是越多越好 这是第一个重点大家记得 好第二个怎么去捞 好简单的说你不管他用什么条件去捞 越多个捞 越捞越多层 出来的东西不敢说越好 但是越稳定一定是必然的 所以所谓的越多层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是不是大家都是高股息 所以一定会有绿一层是 用直立去捞一层 第二个现在很多加入低波动 所以他会用跟波动率有关的 比如说标准差之类的指标 再去绿第二层 可是我们刚刚是不是也讲到 有些基金还会再绿第三层 比如说他把获利能力给放进去再绿 所以当你有越多的条件去过滤的时候 越出滤出来的标的 我们不敢说他越好 我们只能说他一定会越稳定 理论上他一定会越稳定 所以说像刚刚我们提到的 你看到在00730这边 他就是他就是比较符合什么呢 他有比较多的过滤过滤的这个方法 分了好几层去过滤 可是再来就是像00713也是这样 他也比较多层的过滤 有00713又比00730又更多层了 所以这种有比较多层的去过滤的 相对又比较好 可是相对的你以母体的总数来说 00878他又胜出了 所以因为目前我们没有办法看到说 有一档ETF说真的就是符合我刚刚所说的所有条件 好那只能说回到我一再提到的你喜欢什么东西 好所以除了这之外呢 还有一个我必须要提的就是他怎么去加权 也就是说权重的分配 我们一般看到的最常看的就是市值加权 譬如说大家最熟知 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台积电最重要 因为他市值最大 所以他对市场影响最大 好所以这是市值加权 所以以这七档里面 我们看到00701跟00731 他们都是用市值加权 可是你看到其他有0056跟00878跟00900 他是用值利率加权 所以你说值利率加权是好还是不好 我没有办法给你答案 除此之外你看到00713 他是用变异数加权 这真的就是又是一个问题 那最复杂的就是00730 他用了四个指标去加权 包含了现金负债比 RO1好股东权预报筹率 值利率 然后五年股息成长率 他用了四个指标去做加权平均 那这样子当然是更复杂了 好所以 那有没有比较好呢 这种复杂有没有比较好呢 就以加权来说 真的就没有标准答案了 如果以刚我们说去筛选的方法 越多层会越好 可是你用这么多层去做加权 真的有比较好吗 我们只能给你一个比较可能的答案 就是比较稳定 好所以讲那么多 我们直接看绩效就 好就给我绩效 什么都不用说 好其实对投资人来讲 你真的给我绩效 对真的就是给我绩效 其余免谈 好来 所以如果你从殖利率来看 好如果以2021年谁的殖利率是最高的 好最高的应该是00713有7.58% 然后呢这个00731-10的这一档 有7.57%两个的值 在当年度的这个殖利率是差不多的 好可是我们不能只看殖利率 你如果对应到当年度的报酬率 好我们刚刚说00713殖利率当年度是最高 但是他的当年的报酬率31%多 跟00731的30% 正好就是当年度这七档里面 报酬率最高的两档 所以在2021年的时候 这两档真的就是同时赚到殖利率跟报酬率 好可是2022年的时候呢 谁的殖利率是最高的 这时候就换成的是元大高股息0056 抱歉看错了00701才是最高的 好22年嘛 最高的是7.77 好那元大的0056是第二高的 好但是你再对应到报酬率 这两档在当年度却是相对跌比较多的 大概00900跌更多 大家真的要看 就是说除了看到那个殖利率之后 你要对照他的总报酬率来看 因为总报酬才是真的东西 殖利率其实 讲难题真的就是糊弄你而已 重点其实还是报酬率 才是总报酬 我也觉得应该看总报酬 对所以你看是我们刚给大家的数据里面 简单来说你看2021年殖利率越高 真的报酬率越高 可是你到2022年却不是这么一回事 反而殖利率高的在当年度绩效相对比较差 所以你说到底要不要挑殖利率 答案不就告诉你吗 根本就不要去看殖利率 你讲的好直接我喜欢 对所以不要再执着于殖利率这件事情 我们已经给你过去两年的迹象 所以你再看到今年 今年是到昨天的绩效 今年到目前为止 绩效最好的是大出意外的00900 过去被骂的最惨的 不要说骂被批评的最惨的00900 结果今年到目前为止他的报酬率是最高的 是13.39% 但是他去年他是最惨的 他最差 对去年 他负24 对 大盘跌20% 我觉得他跟大盘跌的一样多 对但是前年因为他还没有满一年 所以比较不准 我们就不去看前年的数据 所以像00900这样子的 他的殖利率很高 你看他如果看2020年 他殖利率其实更高有到10.985 刚刚故意不说他 我只00701 因为我会对他的殖利率 其实是比较质疑的 因为他这种犯法 他的殖利率基本上是不可信的 我不得不这样子 哪一个 就00900 因为你看他实际上去年最高的 其实他是10.9 比那个00701的7.77还要再更高 好那问题我刚故意没讲到 我说2022年最高的是 国泰的这档00701 是因为我们刚刚说的 因为他一直在换 他的殖利率就会一直 会有巨幅的变动嘛 你是这个意思啊 对所以你最后出来 这个殖利率可信吗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对所以我刚故意没有说 他其实才是最高的 因为这个真的是不可信 但是我还是提醒各位听众朋友 重点还是总报酬 总报酬是把你的配息 干你的获利加进来 这是总报酬的概念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探讨更多 好朋友啊 我们今天就不接call in电话了 当然我知道很多时候 朱老师来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很期待call in进来 然后给大家投资的一些建议 或者是方向 不过我今天知道真的是太多了 那我想把它讲完 讲完 那我觉得有直播其实很好 那大家可以回看 让大家其实慢慢的 也不要害怕了 你就多看几次 你慢慢都能够了解 而且朱老师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跟大家来看 就是刚至少那个表格已经结束了 就是你不要看直立率 你要看总报酬率 这个概念要有 那接下来我们是看大家 教大家怎么看就是 他怎么筛选那个产业别 那当然筛的方法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些 我们就看他到底筛了些什么东西出来 好 所以你看到在这七档里面 我们就看他权重最高的产业别 来你会发现基本上不外乎就是两大类 不是金融就是资讯 那这是必然的部分 可是如果你再看到第二大的产业别 因为第一大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 所以你看 0056第二大是工业 好 那00701是其他电子 00713是原材料 00730是水泥 好 那00731是电脑周边 好 那00878是金融 好 然后00900是航运 大家有没有发现 如果只看第一大产业 大概大同小异 不外乎就是电子跟金融 可是你再看第二大产业 第二个就差很多 就差很多了 差很多 这是不是就是出现出来差别了 对 所以这回到我们刚刚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 让大家听了卜萨在讲这个母体 讲说怎么筛 因为你从他的配置你就看到这一点 所以很多同事人 你可能就是事后去看他的配置 那问题你要先回到 我们要先知道人家是怎么玩这个东西的 人家怎么去 不要说玩了 怎么去做配置 怎么去塞标的 你知道人家的游戏方法 你就不会说看到的是结果而已 因为我们投资毕竟要能够展望未来 不是只在看过去 因为我们看到这些都是过去 好 那如果讲这个大家还不够清楚 大家再看到 那投资的前十大 哇 这个就更神奇了 有趣 真的是超有趣 你看都是高股息 ETF 都有殖利率这个标准 可是塞出来 大家的持股第一名都不一样 对 七档都不一样 你不觉得太神奇了吗 我就觉得太神奇了 明明大家的主题都一样 即便我有可能不同的捞法 对 但我都高股息为主 来 我们很快念过去 好 0056最多是长龙 00701是鸿海 00713是台塑 00730是庆像 00731是中华电 00878是华硕 009000是联永 不只都不一样 还有涵盖的不同产业 对 你看有电子股 光电子股里面 你看有鸿海跟华硕 跟庆像 也不一样 基本上就是不同产业 虽然都是广义的电子 但是他们所属的产业 完全不一样 那其他你看到 还有台硕 还有长龙 还有中华电 这不是太神奇 太有趣的事情了吗 明明看起来好像大家都叫高股息 怎么会大家滤出来的东西 差这么多 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前面不断的去追究 他的母体 他的过滤方法 其实重点就在告诉你 因为我们看到都是事后 那很多投资人都说 哎呀你为什么选这个 你这个结果绩效不好 什么就开始骂他们 没办法 因为我就照了一些标准塞 对我就是这个标准去塞的嘛 那只能说 哎呀你看到这个标准 那你自己觉得说这样塞出来 有没有符合你的预期 如果你就不符合你的预期 那你就不要碰这个商品 即便我们刚刚有前面跟你说的那些几个重点 可是如果最后出来说 哎你就是不喜欢 结果他买了这么多 那你就既然你不喜欢这个 你就不要碰嘛 那你就自己去组合一个 对 所以说你真的一定要去买高股息的ETF吗 未必嘛 所以市场上 我不买高股息ETF 那高股息的基金可不可以买 嗯 哎不是一样吗 ETF就是一种基金嘛 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喜欢看直律 我们今天有个超级排行榜 好 看到你会吓一跳 来看一下超级排行榜 直律律排行榜是不是 刚刚你对 刚刚已经标榜说高股息的ETF了 你也真的要比高股息来 我给你超级高的 刚刚我们说ETF高股息多少 是7% 8%了不起 10%不得了 我给你30%要不要 30%你没有听错 你不是要讲这一张 你不是要讲直律律排名 基金直律律 基金配息率 我以为你先讲个股的直律律 个股我们等一下 个股等一下 好因为我们先把基金比完 好 所以你看到基金的配息率里面 你看到我们是以3月份最新的配息率 有配息的来看 第一名是高盛的新兴市场债 配息率33.2% 好可是要附加注意到的是 它是南非币 好所以 这33.2% 第二名是高盛的环球非投资等级债 配息率27.53% 第三名风雨会里的新兴市场债 也是南非币25.6% 我们就不要一个人念 好 简单的来说 你看这些配息率 我列出来前10名的 就是我们以3月份的配息资料来算的 前10名里面 第10名的配息率都还有12%多 你刚刚的高股息算什么 问题是你真的要买它吗 来 所以我们在这个表格里面 对应了它的报酬率给大家看 我们就看刚刚高盛的这档新兴市场债 配息率33.8% 事实上它今年的报酬率到目前为止只涨了2% 比我们刚刚看到的高股息ETF都还要低很多 好过去过去一年呢 它的实际的报酬率是-5.96%是赔钱的 所以你说殖利率30几%有什么用 实际上你根本还是赔钱的嘛 所以真的不要再想那个配息率多少的那个梦了 要不然你想一年配我33% 不就我三年就回本了 对啊 你以为100块进去 对不对 忙就变133.2块了 最好是这样子了 如果这样子大家都不用工作了嘛 我想办法借一大笔钱 我扣掉我的利息我还净赚30% 可是所有的基金都在告诉你配息率啊 基金公司其实都有警语啊 人家都有告诉你配息率不等于报酬率嘛 对啦 是你自己要 自己要自以为配息率等于报酬率嘛 所以你看到我刚所讲的这前十大的ETF 你以今年以来来说 这十大里面报酬率最好的其实只有3%多 到昨天的绩效 是安年的收益成长 这场在国内也是很红的ETF嘛 也是很红的基金 他配息率多少 13%多超级高耶 可是实际上今年到目前也只3%多而已啊 好 那如果以过去一年来说 他还是赔的9%多吗 还有一个5%的啦 本地货币在线 对对 不好意思 我没看到这个本地货币 还有一个5.32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 朱老师也累了 好 我们持续跟朱老师来谈完 基金的配息率不等于你的报酬率 所以如果你只看到配息率很高 你可能会忽略到报酬率啊 所以我觉得报酬率最重要 你有谈没谈 你有多少放在口袋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没有错 尤其是现在有些是是而非的观点 都跟你说 哎呀你不要去管禁止变动嘛 反正他一个月就固定配我 配我多少钱 然后我单位数又不会变少 虽然禁止有可能变动 可是因为我的单位数不会变嘛 然后他跟我说配息率这样子 那我就可以稳定收到 最好是这样子 真的不要做你的春秋大梦了 没那回事 因为配息率跟你的禁止高低 其实是有关系的 因为很多金金 他其实真的在稳定的 不是他的配息金的 是他的配息率 怎么说呢 如果今天假设我配息率是6% 我1000万 所以我一年拿60万 可是如果我的禁止 只跌到剩800万呢 我配息率一样6% 你领多少钱 你只剩48万哦 你单位数没有变 没有变 配息率有没有变 没变 可是你金额少了 其实基金公司都在玩这种游戏 就是配息率 我就告诉你 就是6% 看起来就是6% 但我禁止下来 我的配息率当然会变 那个五定 但是我拿到钱是少的 对 因为我禁止低 所以我跟着配的钱也变少了 所以我的配息率 才会维持不动 太多基金都是这样子 所以说 我们在这边 就不要点名特定的基金了 我们真的是市场上 有一档很夯很夯的 这个非投资等级债的基金 就是他当年一个单位 配0.05多 我如果没记错是0.0521美金 一个单位 现在是多少 剩0.0189 你自己去算521跟189 是不是连当年的四成都不到 你如果还在做这种 说配息率不变的大梦 你会很惨 因为你可能 我一笔钱进去 我想要用他当做我的退休金 你在想的是 我1000万进去 我一年领60万 一个月5万 我退休很好过 可是你怎么会想到20年过去 你现在领到的钱 当年的四成都不到 你回头都来不及的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风险 跟一个陷阱 而且真的我不得不讲 所有的基金都有一样的问题 你不要太相信配息率这件事情 也不要以为禁止变动跟你没关系 你只看单位数 这个都是一个很严重的陷阱 有关系 有关系 好对 所以基金有这个问题 那我们股票呢 这件也是大家很喜欢存股 那存股有存股的问题 好 来我们先给大家看到 殖利率 殖利率的部分 好 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个最新的 殖利率排行榜 我们就是所有台湾的上市贵公司 我们去比他的殖利率 第一名第二名 我们刚刚讲过了 就是长龙扬名 殖利率多少 一个44% 第二名扬名31%多 有没有很可怕 好棒啊 我们刚刚的殖利率 刚刚那个基金也才33% 我们都觉得不得了了 这个44% 这个44% 好 那你说你买的这个东西 你两年半你就回本了 不用两年半你就回本 最好是这样了 没有每天过年 所以你看我们就不一个一个念 到第十名的莲永 有没有看到还有12%多 刚刚有没有一个有一档ETF里面 第一名就是莲永 持股最多的 因为他殖利率 对你看他殖利率确实很高啊 可是你看哦 我们这前十党标的里面 就韵芬姐你来看 你觉得有投资人喜欢的存股标的吗 好像都没有 对不对 没有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嘛 大家存股都不是都在讲殖利率吗 为什么这些真的高殖利率的没有人喜欢存 一档都不是嘛 那问题出在哪里 因为还是回到我们强调一个观念叫做稳定 所以回到为什么投资人喜欢买金融股 因为金融股绝对比刚刚我们说的那些个股都还要稳定多了嘛 所以金融股当中更稳定的那就是什么 官股行库 所以你看哦 这几年大家在流行存股的时候 金融股的官股 基本上都是首选 就譬如说像赵峰啊 第一金啊 和库金啊 等等 这些都是存股的一个好的首选嘛 可是这个存股每隔一段 每隔一个世代 或者说每隔一段年限 就会有不同的存股标的 你像十几二十年前你会存什么 电信三雄 存中钢 中华电信 中华电信 这还有台硕 台硕对对 现在还有人在存这些吗 没 没有 好那这几年在流行存金融股的官股 可是再过十年二十年还会是他们吗 未必啊 我也不知道 你看我真的觉得有点可怕 因为说实在你看金融 你以为他很稳吗 可是你看数位金融不断的在挑战 在改变 你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对确实这都是个问题 好那更不要说那么远 就以今年来说 原本金管会是不是要去限缩金融股的配息 对对政策 对后来呢 因为这个压力太大 因为号称说这个金融股的存股组有六百万人 哇金管会迫于这个压力 就说没有没有 我不限制你们的 因为原本金管会有说 你不要这个从资本公积 从未分配营养拿出来配 尤其这个官股行库给我小心一点 结果因为压力太大 金管会说不管了不管了 你们爱怎么配就怎么配 就董事会自己决定 对可是问题回到现实 就已经公布的金融股来说 我们却发现 其实大部分配息都比过去保守很多 对 甚至很多都创下近十几二年来的最低配息 那你说是因为金管会迷着说都OK 私底下还有施压吗 我们不知道 那也有一个可能是因为去年真的金融股 普遍绩效不好 所以他不敢配多 那也没有真的没有那么赚钱 那第二个就是因为这一阵子 又有这个美国欧洲的金融业的事件 所以让他们现在配息相对保守 所以以今年来说 你会觉得金融股可能就不是配股 这个存股的首选 或是你要配息的首选 可是我会觉得今年是一个特殊状况 你就就只说金融股就不再适合存股吗 我会觉得现在言之过早 但是就我目前的感觉 我还是觉得金融股是相对是比较OK的 好可是更重要的是 哎呀剩一点点时间很快的 来那高丽盖到底该怎么挑呢 来我们这边给大家几个 我们要选的标的原则 你就不要管它是什么产业 第一个我建议市值不要小于50亿 大一点因为比较稳定 第二个本益比不要太大 太大当然就是代表你股价涨太多 所以本益比小于20倍 第三个近10年的现金殖利率 基本上不要低于4% 因为你要配息 当然殖利率要高一点 第五个第四个ROE 就是股东权益报酬率也不能太低 但是股东权益报酬率这个东西很悬 你也不要做越高越好 基本上我定的标准是5% 再来近8年的EPS不能少于一块钱 表示你每年真的都有在赚钱 你不是挖老本出来配息的 好那最后很重要的 我不喜欢高价股 当然这个见仁见智 我觉得如果股价高过80块以上 我都建议不要去买 因为通常越高价的配息率 那个殖利率会越低 所以以上大概有六个条件提大家参考 所以你就不喜欢护国神山 他绝对不是存股的标准 你看多少年轻人在存股啊 存领股啊 我觉得他如果两三百块可以 他五百多块真的就没什么好存的 好所以这是大家注意到 那再存股你要有效果真的要有时间 所以你至少要有一段时间去看他 那在这期间呢 你既然要存股 你就不要有所谓的停利停顺 那基本上没有用处了嘛 除非市场出现大的变化 那我刚刚讲的六个标准 如果今天有其中至少两个条件消失了 那表示这张股票你该换掉了 那问题是不是一消失你就换哦 消失时间超过三个月以上 你真的就要考虑换了 再来就是市场出现重大的问题 就是尤其是这种重大的市场变动 那这时候你可能就是整个选股原则 真的就要重新调整了 好这个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因为这当然还没有办法一一的跟大家来讲清楚 不过我们先有一些概念 先有一些种子 然后慢慢就会发芽了 下次朱老师再讲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轻松多了 因为我们经过了这一个坎了 今天大家都长进不少了 非常谢谢我们的好朋友 朱叶中朱老师 谢谢 我们拜拜 我们直播就到这边告个段落 大家一定要谢谢朱老师一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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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